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 为了方便民众们扫墓 细子区公所和往年一样 安排了许多项的便民服务 这几天就陆续有民众提前上山扫墓 为了防止山区的火灾 消防局第六大队从上周末开始 就前往各公墓来进行防火宣导 而且还提供了水源还有水袋 提醒民众要小心火灼 以免造成火灾意外 所在金融湖旁第八公墓口 看到有民众要上山扫墓 消防队赶紧上前询问需不需要水袋 还有叮咛就是别忘了交席火源再离开 接近清明节这几天已经陆续有民众上山扫墓 而消防局第六大队也从3月29号开始 一直到4月6号在细子时出的公墓 展开一连串的宣导活动 消防车在公墓附近驻地寻守 然后我们有安排人员 还有携带一些小水袋 让各位民众使用 也在此提醒各位民众 上山扫墓的时候注意用火 然后燃烧纸前时 记得离开时要将它熄灭 以免引起森林火灾 只见在现场消防水箱车进驻 而消防一行人也忙着装水 今年特别准备了这种可以盖盖子的水袋 只要有民众要上山扫墓 消防队员们就会递上水袋 方便交洗火源这让民众感觉很贴心 我们现在消防队员在这里煮电嘛 有提供给你们用水啊 你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很好啦 这很好啦 好啦 很好啦 如果旁边有的人就有汤就有水 如果没有汤就没有水 对啦 这很好啦 这个方法很好 我这样拿来喔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样拿来就去 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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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没有人很方便 很好啦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要那个水袋 然后因为那个水袋不会很大 所以很好攜带 又有可以用体的 让民众方便使用这样 如果有比如说萤火不剩 然后怎么样 尽快到我们那个消防车艇的驻地这边 告诉我们消防人员 我们会迅速帮你处理 社后消防分队为了落实 清明专案期间的预防工作 除了在公墓巡守也呼吁燃放纸钱 还要小心等防火宣导 而这几天一直到4月6号 消防局都会在各公墓入口为民服务 只是依照往年的经验 都会有零星的墓地火警传出 所以消防局也再次提醒 如果焚烧纸钱一定要确定火熄灭了再离开 以免非火点燃杂草一发不可收拾 解诚惠灵细致采访报道